其實很少對政治感到害怕 但是昨天的那場辯論會 看到韓國瑜的表現 我說實在我感到害怕 本來以前看他的三場 證件發表會 證件發表無證件 或是說無證據指控 我那時候覺得是離譜 可是看到他又攻擊 又詛咒又毀謗的 這場電視辯論會 我覺得真的是很離譜 那剛剛又齊也問了其他來賓 包括看板上非常多的層次 就是說你來不及去處理 那我們就選什麼是最 令你覺得離譜的 我覺得第一個 我不能接受的是 他為了要護理加分 竟然把已經過世的 萬水姐姐拖出來 這第一個我無法忍受 那第二個 韓粉跟他本身 好多次自批蔣經國 但是他卻拿蔣經國等人的身材做文章 把蔣經國形容成一個武短身材 講得很像他過去常講的武大郎的身材 你這樣子侮辱一個 就是說在晚年他不管他經濟表現 跟秦政安民這個面向是備受肯定 還有十大精神等等 你不是朗朗上口嗎 你怎麼會用一個武短身材 去這樣侮蔑蔣經國呢 那好幾次了 包括之前還沒有參加這個政見發表會 他就常羞辱馬英九 這個歷史不用講了 政見發表會的時候 當蔡英文一個建設過來說 這個什麼時候是什麼 哪一個議題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如何有如何的時候 他也承認他說馬政府如果做不好 就下臺 我那時候不講嗎 那你現在為什麼要用你覺得該下臺的633團隊呢 那馬總統被批為軟 我說實在的 我覺得馬總統 你應該效法一個人的精神 王金平 王金平最近他不在猜測 他是不是要回歸國民黨 然後去跟韓國瑜合體嗎 今天王金平講話了 果然如我的預測 因為他一直扯助理已經在輔選了 我幫立委扶選也是在幫國民黨等等 可是今天王金平他最新的講法是說 我還有我的尊嚴 我這邊請教馬總統 你再三拜人家這樣侮辱 你的尊嚴何在 那同樣的如果選一個總統 或是未來當個總統 只要公傑謾罵 你知道嗎 只要這樣就可以當總統的話 那你說這個陳水扁貪 那是確實扁家必案 但你說這個蔡英文空 有些人認為是 有些人認為不是 那你說馬英九軟 如果只是一個字來定位 你的話 剛剛這個阿苗說得很好啊 我覺得真的神來一筆啊 但是如果有人也把心中對你的評價 講出來 那可就難聽了 如果有人講說你爛呢 如果有人講你經常胡亂 你很扯呢 就如果蔡英文跟旁邊的宋楚瑜 也跟你一樣的水準的話 你們三個人不是大人吵架嗎 我甚至會會被懷疑說 哇 你們會不會打起來 那宋楚瑜扮演一個老人自治的 就是在克制現場的一個氛圍的角色 結果也遭殃 你知道嗎 外水準也就被拖出來了 對 好 還是沒有辦法制止 那我再不能夠忍受的就是 經常之前屁來屁去的 屁眼來屁眼去的 那你老是去講什麼朗栗 你上了肇事現場講 嘖 看 然後你們的韓伴還不敢承認 對不對 你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這樣子的話 還多虧你們是辦教育的 你過去常常在維多利亞學校 開學的時候 你常去演講 拿麥克風的 你們這樣怎麼教小孩 而且這是一個 非常的污染 我們做家長的 我們敢打開電視嗎 我們來試募 我們來看